六宫总社贝玄勋 天后拦仪一半分 敦速独权 忠实礼是家书不发 大将军 这跟咱们平时的习惯不一样吧 没念过定场诗 今天呀 咱们为什么要念这么一首小诗呢 因为今天咱们讲的这个人物啊 就藏在这首小诗里边 写这首诗的 既不是唐宋的文人 也不是原名的骚客 这诗的作者呀 是民国时期的财政总长夏仁虎 这位仁兄啊 对清宫的掌握非常有研究 他曾经写过一本清宫词 这里边的诗句啊 都是描写清代宫廷人物的 写到雍正一朝的时候 他一共写去了九首诗 其中有三首都是说 咱们今天这位主人公的 咱不卖关子了啊 今天咱要说谁啊 这位主人公啊 就是敦速皇贵妃年士 一说到敦速皇贵妃啊 很多好朋友不愣脑袋了 不知道是谁啊 哎我这么跟您说吧 在这个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啊 这位娘娘啊 叫年秋月 这甄嬛传啊 没看过 据我们家太太说呀 在那里边啊 她叫华妃 哎这回您就清楚了吧 这就是亲命福远大将军 年庚瑶的妹妹 年士 有人说这雍正之所以娶年妃呀 是完全想和这个 风江大力年庚瑶 近乎近乎 也有人说呀 她不是这么码的事 因为这个雍正皇帝 宠爱年贵妃 所以呀 这年庚瑶 才能得到信任 得到升迁 可是要我说呢 这两种说法啊 都欠妥 为什么呀 因为咱们从年妃和年庚瑶 身上发生的大事的时间线上 就能分析出结果 年士他们家呢 原来是汉军相摆起 后来到了雍正元年 雍正皇帝登基以后 才把他们全家 一共一百七十余口 一起抬集到了皇上所在的 湘黄旗 电视剧雍正王朝啊 是一部好电视剧 但是这编剧呀 为了这个故事的连贯性 有的地儿啊 他说的不对 电视剧里说呀 这雍亲王 没当皇上的时候 就把年秋月一家的旗给抬了 其实不对啊 因为那会儿啊 这雍亲王本身 自己还在湘白旗 那这件事情 王爷办不到啊 年事是退休巡抚 年霞灵的爱女 这年纪啊 本身又是汉军奇人 所以在康熙五十年的时候 才由这康熙皇帝亲自指婚 为雍亲王策伏进 这满洲人的大家族啊 跟汉族人的大财族不一样 汉族人简直的婚姻体制呢 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包括满族在内的一些北方游牧民族 他们可不是这个规矩 他们讲究的是多妻多妾制 那有人就说 这听起来区别也不大呀 哎 您可别这么想 那科室不小 正妻啊 和侧妻的区别很小 那么这妾呢 就不一样了 这妾啊 身份远远比侧妻要低得多 也就是说 这年事进了王府以后 立刻就成了这王府内宅的二号主子 位分啊 仅在大福尽之下 要说这年纪啊 对这桩婚姻呢 肯定是相当满意的 因为呀 这是巴结不来的好事 康熙四十八年 四阿个印针 被封为了和朔雍亲王 这一下子 就成了年纪的旗主王爷 旗下属人 嫁进本主王爷的王府 一下子就能成为侧附近 这种事 可是不多见 可是呢 这年纲瑶 并不是因为 他是这雍亲王的大舅哥 才外放到四川做了巡抚 雍亲王取年事啊 那是康熙五十年 康熙四十九年的时候 年羹瑶就被外放到了四川 所以说呢 从年羹瑶的角度来看 这桩婚事对他帮助并不是很大 这里边啊 不存在谁借了谁的光 谁借此来拉拢谁的事 这雍正皇帝呢 他是个职业政治家 他对治理国家以外的其他事啊 不太上心 在他的心里啊 除了要大权独揽之外 对这个财色呀 好像不太感兴趣 虽然对这个色不感兴趣呢 但是不代表着雍正皇帝 没有自己的审美 我们还知道 雍正在艺术上啊 是很有造诣的 他虽然不好色 但是他对女人的审美还是有的 他就曾经让宫廷画师 把这个美人图啊 画在屏风上 这面屏风啊 就摆在他居住的养心殿 屏风上所画的 都是传统意义上 中国的古典美女 这些图画上的美女啊 婀娜 妖娆 且文静 和那些大脚的棋婆子 这俨然呢 他就不是一工劲 可是雍正皇帝这些后妃啊 都是棋人女子 有的家族上辈啊 就是满洲的功勋贵胄 也有满洲普通棋人 也有那么几位啊 是汉棋女子 可是这些女子出身不高 多数啊 都是内务府 新者库出身 身上啊 一点中国传统美人 大家闺秀的劲儿都没有 哎 可巧了 年事 那可是书香门帝出身 那有人就说 那你说 这雍正皇帝 宠心着年贵妃 他有道理吗 有啊 那年贵妃就是道理啊 那雍正登基以后 别的前邸旧人啊 都被封成妃子 或者是贫 只有他被封为贵妃 这还不能说明道理吗 雍正皇帝的后宫 位分最高的 那当然是皇后乌拉那拉氏了 紧跟着就是贵妃年氏 再往下呢 就是红十的妈妈 齐妃李氏 红利的妈妈 西妃 纽葫芦氏 红昼的妈妈 地位就低点了 为什么呀 因为呀 这个耿氏 是香白旗 包衣新者库出身 所以呢 这封的位分也比较低 是玉嫔 那么别人都有儿子 年贵妃当时 他有没有儿子呢 有啊 雍正还在前谍 那会儿还是雍亲王的时候 这年贵呀 就给雍亲王生了一个儿子 叫福慧 大排行啊 是老八 他上边有哥哥 这留下来的呢 就是红石 红利和红昼 只可怜啊 这年贵的孩子们啊 都早伤 没有活得太长的 关于年贵孩子们的事啊 这是后文书 咱们以后再交代 年氏本身就身体柔弱多病 而且呀 这生产又比较频繁 这很有可能就是导致年贵 生于质量不高的原因 那有人就说 这也没看出来 这雍正有多偏爱这个年贵呀 哎 这夫妻间的事啊 咱们就得从这夫妻上的事说 我这一句话呀 您就明白了 康熙五十年 年贵入王府为侧福进 从康熙五十四年 生黄四女开始 一直到雍正元年的五月 生下了老儿子福佩 从这年氏首次生产 一直到年氏去世 包揽了雍正皇帝所有的子嗣 其他后妃妻妾 均无人生育 这您还听不明白吗 在这期间 这雍正皇帝喜欢哪个妃子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 这雍正皇帝一登基呀 这年纪的势力在巢里呀 那可是蹭蹭的见长 就连退休再加这年侠灵 都得到了一等功 太富的头衔 雍正皇帝还把这肥圈 广东巡抚 放给了大舅哥年西摇 这年羹摇在西北呀 他有军功 那更是在皇上跟前呀 赚足了体面 好家活的里 亲命抚远大将军 川山耸都 一等功 年羹摇 还外加了一个太宝匠 有人就说了 这会儿的年事啊 在宫里指不定有多豪横呢 在宫里呀 有一子傍身 在宫外呢 又有庞大的军功家族 那正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什么事情都信手拈来呀 哥戏台上啊 这种时候啊 该窜的皇帝 废后了 哎 还真不是 这年贵妃呀 还真不愧是书香门帝出身 很懂得宫廷礼仪和规矩啊 咱们开头念的那首小诗 不是这样说的吗 敦肃独权忠实礼 家书不发大将军 这里边说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这敦肃皇贵妃 十分懂得礼仪 写家信的时候 只给父亲写 从来和作为大将军的年更遥 没有任何的书信往来 并且居这轻功荡所在呀 家中一旦有书信往来 这贵妃娘娘啊 先不拆开火器封印 直接把这封信 先拿到皇上的面前 让皇上先看 写完回信以后呢 不直接发出去 也是让皇上先看 这些呀是这年事 和皇上守的礼 那么这年事 和其他的嫔妃 乃至皇后娘娘的关系 又是如何呢 那肯定也是不错 因为这雍正啊 就曾经亲自肯定过 他的品性 他说这年事啊 丙姓柔家持功殊慎 在藩帝时 市镇克尽敬慎 在皇后前小心恭谨 遇下宽厚平和 镇在继位后 贵妃与皇好 皇鄙 大士 昔 尽心力尽礼 时能 赞相内政 这年事呢 是如何恭敬皇后的 这个咱们史料不及被载 不过这皇后 对贵妃娘娘好啊 那是真格的 内务府 给后宫嫔妃们 做仪仗和首饰啊 那是有规制的 那惹定啊 是得听皇后娘娘的吩咐 这皇后娘娘啊 就交代内务府 给这贵妃啊 制造一顶凤冠 这凤冠啊 一共三层九只凤凰 和皇后娘娘自己用的呀 那是一模一样 由此可以看出这皇后和贵妃的关系啊 那也是相当的融洽 哎 只可惜啊 这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 到了雍正三年的十一月 年庚瑶这会儿啊 已经犯了事 下了狱了 这会儿 在后宫当中 本来就身体柔弱的贵妃娘娘年事 也已然病入膏肝 臣子们这会儿啊 都在纳闷 因为这个义正王大臣会议 和这内阁 已然把年庚瑶定了九十二条大罪 为什么这皇帝 把他关在天牢里 迟迟的不说处理意见呢 因为这雍正啊 他不忍下手 他的爱妃年事 这会儿病重 如果现在杀了他的亲哥哥 那对他的病情 那不是雪上加霜吗 雍正不但没杀年庚瑶 在这会儿啊 他还特意的降了一道御址 进封贵妃年事为皇贵妃 皇二的意思啊 就是为了给这年事冲洗一下 只可惜呀 这贵妃娘娘这妙小 没惊得下这么大的神力 刚被进封为皇贵妃没几天 也就是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年贵妃啊 轰事了 雍正皇帝下旨 一切丧仪按皇贵妃的标准办 并且赐予皇贵妃嗜好 敦肃 敦肃皇贵妃的金官 被抬出了府城门外 停在了赞安处 并没有下葬 那么这是为什么呀 这雍正皇帝的意思是啊 让这位自己最心爱的皇贵妃 和自己死则同血 到了乾隆二年 敦肃皇贵妃的金官 与这个孝宪皇后 以及雍正皇帝的子宫一起 运到了太陵 奉安到了太陵的宫床之上 这段故事啊 那算是善良之人最后有了好的结果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明天呀 咱们要聊一聊 这福远大将军的外甥 差一点就当皇上的 福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